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重阳节快到了 社会处携手天爱社会服务协会 在七堵室内儿童热园 举办了三代玩室内儿童热园活动 适逢雨天哦 活动很受阿公阿嬷的称赞 在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嬷 以及工作人员陪伴下 小朋友开心地玩几个项闯关游戏 玩完了就进入儿童游戏区内 再大玩一场 重阳节快到了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天爱社会服务协会承办 特地在七堵室内儿童热园 举办三代玩室内儿童热园活动 由于户外气温下降又下雨 因此在室内儿童热园里面办理活动 都受到家长和阿公阿嬷们的称赞 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很不错 对 外面下雨这边不用淋雨 很棒很方便 很不错很不错 在基隆特别的不错 小孩玩的东西很多 小孩玩的东西很多 人都出去走走看 所以这里面也不够好 对对对 穿车也很方便 看到大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到现场同乐的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希望赶在年底圣诞节前 中山以及中正两区的室内儿童乐园 也能够正式启用 冬天一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有觉得 不好带孩子们出去玩 所以我们的室内儿童乐园 就是为了基隆的下雨天 而特别的打造 目前正在建制当中 大家可以猜猜看未来在哪边 一座呢会是在中正曲工所的大礼堂 一座呢会在 诶 小心 一座会在中山曲工所的大礼堂 而且我有看过这个设计图 感觉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希望这两座也能够在 圣诞节左右 在年底前 希望能够顺利的开幕 这样子我们就有四座的儿童乐园 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冬天 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也表示 在市长支持下 室内儿童乐园从11月1号开始 将会增加场次开放的时间 方便大小朋友使用 我们11月1号开始 在市长的指示之下呢 我们开馆的时间有增加场次 所以所有的爸爸妈妈小朋友 要记得有多了一个场次 每个礼拜三到礼拜五 有四场可以来玩耍哦 那另外礼拜六跟礼拜天 也增加了场次 欢迎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 你们想要早一点 八点半开始 还是想要晚一点 到六点半还要有场次 最后到七点半来结束 欢迎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 礼拜六礼拜天 你们的想法哦 主办单位也特地安排奉茶的仪式 由小朋友端茶给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兴 以及早就做阿公的市议员张耿辉 从小学习尊敬长辈崇尚孝道的礼节 民众也带着小朋友 纷纷要求和市长谢国良等人一起合照 快乐庆祝重阳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辽民海洋文化基金会 连续三年 攜手技能士环保局 举办友善海洋绘本甄选比赛 每年选出首奖并出版上市 透过绘本艺术 落实推动海洋人文艺术教育工作 宣扬2030永续发展的目标 这本获得首奖的杨阳和曼曼金 从儿童的视角 深入前出地传达海洋保育 与尊重生命的重要 辽民海运文化基金会 特别将绘本制赠给台北市 新北市和基隆市 共418所国小 期待透过绘本艺术 落实推动海洋人文艺术教育工作 宣扬海洋保护与联合国2030年的 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这个绘本已经进行到 第三年第四年了 那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绘本是 没有文字的绘本 纯纯粹图像 那今年我们改变就是用金屯 做这样的一个主题 友善海洋绘本甄选成果发表 继赠书仪式上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伟都亲自出席 很多国家其实他们真的都会把减碳 跟环保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务 国家区国外 我都有很浓厚这种感觉 如果不好好保育的话 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 以及我们的海洋 未来都会不复存在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良民海运 这个抛砖引运 赞助我们这个活动 也赠送了非常多的好的书 想让小孩子认识海洋 喜欢海洋更进而知道海洋 然后如何运用海洋 然后海洋保育的精神 我想在基隆我们是一个不可破缺的元素 杨明这一次也攜手国内六大博物馆 及中华金屯协会 齐心推广海洋保育 希望透过各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推动优质教育 让更多人关心 及参与到永续发展的议题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国小迷你足球赛 健庸场在五赌国小热血开梯 同时还举行了人工草皮球场启用仪式 气氛热烈 一 一 一起来踢球 这个超可爱的迷你足球赛在五赌国小展开 参加队伍有36队 幼儿组24队 国小组继12队报名 为了提供小朋友在足球运动 有更安全友善的环境及训练品质 市政府在硬体设施上 花了近600万新建本市第二座人工草皮球场 我们基隆市非常的荣幸 现场看到小朋友家长们这么热情的参与 我们觉得很感动 在这么棒的一个环境底下 让小朋友能够安全舒适 尽情的来进行这一场比赛 这么多的队伍 这么多的球员都来热情的参与 我们要感谢非常多的一个赞助单位 包括我们学校以及我们迷你足球协会 还有我们很多的赞助单位 大家共襄胜举 促成这么棒的一个活动 我要代表金融市政府对大家表示谢意 谢谢大家 比赛现场也安排了花式足球的互动表演 展现精彩有趣的花式足球特技 让小朋友看得掌声连连 目瞪口呆 小朋友基本上经过训练后 大概两到三年就可以做一个表演了 对 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学蛮多东西 所以我前前后后大概练了快十年 那小朋友的技巧来说 因为小朋友刚学 那所以他其实很多东西是有潜力的 他的方向不一定有一个自视的方向 就可以按照小朋友自己 他上场什么 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东西 小朋友们努力奔跑 现场洋溢着欢笑与加油声 这个以游戏为主 竞技为辅的足球教学方式 让孩童在游戏过程中爱上足球 也在竞赛中学习成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钟传礼举办重阳进老餐会 全场一起大合唱生日快乐歌 邀请105岁的爷爷一起切蛋糕 象征祝福 长辈们都要长寿身体健康 全场一起大合唱生日快乐歌 邀请105岁爷爷一起切蛋糕 象征长寿 中正区中传礼举办重阳进老餐会 现场席开16桌 让长辈们品尝美食之外 也让他们出门走动有助于健康 这边的话都是饭桌 大家到后面凑个奖 每个人都人人有奖 带奖小奖都OK 老人家也开心 对对对 那天从来不进来 对对对 剩下的话就吃个蛋糕 大家快乐一下 真的很好啦 因为好像只有我们中正区这一里 有办这样重阳节 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出来聚聚会 我们这个目的主要是让长者大家聚聚 每年都看到长者 这个长者受证的他很辛苦啦 每天都要带小朋友上课 我的目的只有这样让大家聚聚上课 超过100位长辈一起用餐闲话家常 中传礼重阳敬老餐会受到地方重视 除了有三星人士赞助之外 政府和多位议员都亲自到场和长辈问好 我想重阳敬老是对我们每一个民意代表 跟里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可以邀请这些长辈出来 走一走动一动 让他们来感受我们的地方的一个温暖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感谢我们中传礼的蒋里长 在过去这几年不断的来推动 所谓的里内长照的相关的一个政策 让我们的老人愿意走出家门 那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来互相在邻居彼此了解 然后彼此多加的认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活动 很开心今天能够代表蓝敏黄蓝议员 来参加我们中传礼 举办的重阳敬老活动 那我想讲里长非常的用心 他召集的这么多长辈来到餐厅来吃饭 就是为了希望长辈们愿意能够走出家门 只要愿意走出家门动起来 就能够让我们长辈延缓衰老 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里内更有活力充满希望 中传礼每年都会举办重阳敬老餐会 邀请长辈一起签蛋糕 显化家常 希望将敬老尊贤的观念传递下去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客家事务委员会 特地在客家文化会馆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 对于客家乡亲希望成立客家一条街的政策想法 市长和议长也都表达支持的立场 客家乡亲们的太古表演 赢得市长谢国良和市议员韩世玉来宾们的热烈掌声 金融市客家事务委员会 特地在客家文化会馆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 金融市长谢国良和金融市议会议长同职委 分别亲自出席参加 并且和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杨玉兰 以及客家同乡会理事长周黄秀梅 以及长辈们一起切蛋糕庆祝重阳节 市长和议长也都参观客家乡亲们现场制作的客家汤圆 油饭等小吃 更品尝正统的客家麻糬赞不绝口 而对于客家乡亲们希望成立客家一条街的政策想法 市长和议长也都表达支持的立场 大家一起来欢度重阳节 刚刚吃了很好吃的甜的 哇鸡 哇鸡 对对对 我们讲七八 七八 七八 OK 那我也跟客家乡亲报告我们的几个重要证件 包括行人友善 顺带友腾乐园等等 那我也跟大家有报告 我对于大家这个客家一条街的这个证件 我目前还在找寻适当的地点 那未来我也会请我的一位姓林的基要来 专案的来负责这个进度 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区域都是客家的一些特色 这真的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一件事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跟客家事务委员会客家同乡会 大家共同努力推广更多的客家文化 那我想客家的精神呢 值得我们继续来传承 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特别举办这个餐会 也特别展示了我们客家乡亲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美食 希望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市政府可以增加 对我们客家的照顾跟补助 那除了我刚刚市长有提到客家一条街 我们议会当然全力来支持 包含我们现在的民政处长张渊祥 他跟我一样都是妈妈客家人 所以我们希望客家的这个乡亲的事务 推动上面除了文化的传承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客家的精神 还有客家的美食 那我们希望客家的这个 在基隆可以持续的发扬广大 持续增加预算 大家一起来努力 市长谢国良也向客家乡亲报告 上任市长后 积极推动的新人友善 环境清洁以及室内儿童乐园等政策成果 而妈妈就是客家人的议长 童子伟也强调 对于照顾客家乡亲的各项政策及事务 基隆市议会绝对鼎力支持 大家勇心三亿快乐 充永快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都给妈咋做 咋咋咋咋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交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喔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去外口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定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受罚刑 多包含喔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 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伊甸基金会特地在国门广场 举办名为爱无爱友善日活动 提倡不论在日常生活 或是工作及交通等各方面 都应该要更友善身心障碍的朋友 由身心障碍朋友组成的 湛南乐团带来的沐香鼓表演 获得现场热烈掌声 伊甸基金会特地在国门广场 举办名为爱无爱友善日活动 倡议不论在日常生活 或是工作交通等各方面 都应该更友善身心障碍朋友 真的我们很期待大家好 真的能够从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不需要被可怜 他们也不需要被统计 他们要的就是支持 他们要的就是他的权益可以被维护 他们能够跟正常人一样 共大一起生活 这项活动倡议也获得基隆市长 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 杨玉昕亲自参加 并且和伊甸基金会副执行长 何天元 以及基隆区区长李莲一起合作 翻转大型抽抽乐模型的方式 来表达支持和响应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再跟伊甸 可以在更多一些的合作 可以在更多一些的探讨 未来我们的关怀跟服务 我跟玉昕最近很重视 这个无障碍者的交通问题 我举例我们目前大概 有需要这一类特殊交通的市民朋友 有障碍者朋友们 大概有6000人 但是我们实际提供出来的 大概只有120人 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大很大的 一个数字 目前是没有 目前没有提供到 玉昕我这个数字大概是这样 对差不多 那所以明年就是我们要针对 无障碍的这个交通的提升 我们要提升 我们能够服务到的人次 当然你说现在充分的服务到6000人 我们还做不到 不过最起码要从现在的120人 要大幅的提高 要大幅的提高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我也很感谢我们议长 只要是这些入市朋友的预算 议会都是不遗余力的支持 金融市政府 金融市议会都非常的重视 大家一起来参加 关注伊甸基金会的活动 伊甸基金会长期关注我们的 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 我想我们金融市城市的精神 现在在谢市府 谢国良市长的领导之下 他提借是提倡了很多 有爱城市 有爱环境的相关政策 我想透过伊甸基金会的推广 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去关注 我们其实社会上 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帮助的人 只要我们多关怀一点 多关心一点 踏出一步伸出双手 也许我们都可以帮助到一个人 所以这样子的城市文化精神 我想透过市政府跟市议会 共同来推动 我想会让我们的城市 可以逐渐走向有爱 就像市长在推我们这个 他刚刚自己没讲 我帮他讲 有善性的 我们现在我们很多重要的 这个各大路口都有绿色的这个 斑马线 其实是要提醒大家 主办单位也在现场安排体验 身障朋友不方便的活动 议长童子伟亲自参加 体验身障朋友生活上的不方便 戴上主办单位准备好的特殊 阻挡视线的眼镜 体验感受身障朋友们平常穿衣服 和打开抽屉找东西的不方便 现场也有许多民众排队体验坐轮椅 行进转弯和爬坡路段 实际感受身障朋友们日常生活的辛苦和不便 记者吴运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中山国小举办了一场 异国美食交流 校长邀请到来自南印度的阿索克夫妇 带来传统的早餐与中餐料理 同时也邀请主厨林丽华 带来台湾受欢迎的传统小吃春卷 让孩子们从美食中看世界 从台湾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要多久呢 答案是八小时 中山国小邀请来自南印度的阿索克夫妇 带来传统的料理 像是这米片放入姜黄和香菜的传统早餐 很软软的 咸咸的 跟台湾的不一样 我觉得很好吃 还有鹰嘴豆泥与番茄汤的汤瓶组合 让中山国小师生品尝到南印度的传统风味 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了我的朋友 从印度来的朋友 然后透过他们的印度料理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美食 这边来认识他们的文化 那我们呢 也准备了这个台湾润饼 给他们品尝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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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索克夫妇还亲切地示范了 用手抓饭的正确方式与态度 分享了印度文化中食物和社交之间的紧密连结 我们今天准备了 吃饭的 吃饭的 鸡蛋 和鸡蛋 和鸡蛋 我们做了 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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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食物 那么我们吃饭的 吃饭的 我们把鸡蛋 和鸡蛋 和鸡蛋 混合 吃饭的 所以鸡蛋 和鸡蛋 是非常好 生意 所以我们也好好oten 而美食也要互相交流 校方邀请到主厨林丽华 带来受欢迎的传统小吃润饼 让印度朋友品尝台湾的好味道 透过美食交流 让孩子认识世界 同时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的重要性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答 住在七土区幸福人生社区 经营自住洗衣店的水秀姐 小时候家境很穷 连爸爸过去时的棺材都买不起 幸好有善心人士捐赠帮忙 才渡过难关 适逢重阳节 水秀姐结合和乐狮子会 在自己的店门前赠送油饭 以及白米等物资 并办理意见 良策血糖 回馈社会对她以前的帮忙 适逢重阳节 糖水秀水秀姐自己募集物资 并且结合国际狮子会 300F区和乐狮子会 在七土幸福人生社区外 自己开设的自住洗衣店门前 赠送油饭以及白米等物资 并且办理意见良策血糖 回报给社区65岁以上的长辈 也回馈社会对她的帮忙 因为小时候的她家境很穷 连爸爸过世时的棺材都买不起 幸好有善心人士捐赠帮忙 让她感激一辈子 她每年都有办 我来开了五年 通通有办 因为这些镇住这区 还有光环这些老人 也感谢这些善心人士 每年她都有捐赠一些白米给我 我就把这些利用给回馈 给社会的人士 和乐狮子会一起办理这项 从杨洁爱情活动 造福若是好朋友 也受到基东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的高度肯定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我们的这个 他也是我们这家 庆祖体育的老板 他每年都发现 就是庆祖体育的 我们的说 我们的说 许多受到通知的长辈 都亲自来领取油饭 以及白米等物资 并且剪了头发 在重阳节感受来自水秀姐 和社会各界的爱心以及关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月底就是万圣节了 有烘焙业者抢商机 推出了幽灵蜘蛛面包蛋糕 让消费者品尝到 万圣节的创意美味 蜘蛛 可爱的幽灵 女巫手指 各式万圣节蛋糕面包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接近万圣节 所以我们今年推出一些 很特别的面包 然后有起司口味的 熏鸡 然后因为大家在万圣节 都会吃火鸡 所以我们就用熏鸡去 包在起司里面做的面包 我们也推出了 有南瓜口味的 然后也有火龙果起司卤酪 然后也有洛神花蛋糕 然后还有一些 万圣节的饼干 我们有做一些手指 南瓜 巧克力等等口味 结合万圣节元素 运用在地的食材 吸引了不少忠实顾客 带小朋友来买万圣节的面包 很可爱 我吃他们的面包 十几年了 他们家的面包 质感很好 然后食材用得很新鲜 我每次万圣节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买一些 万圣节面包 因为它的种类蛮特别 然后甜又不腻 对 蛮适合 让小朋友拿去做分享 看好万圣节市场需求 推出烘焙商品 让消费者在节日中 增添欢乐气氛 也为烘焙业者带来商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医务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最后の出好日 上要ガス 下がる 髦 先よ your 很漂亮 琴